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11月29日星期四,这里是银爵之光,展现大洋桌的纯美城彻,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昨天,星期三,工党的这位部长分管纽西兰政府通讯安全的部长安朱雷特,这位大落腮胡子,他是工党的高级骨干,就宣布, 纽西兰将禁止华为参加第五代通讯设施的建设。 安朱雷特特别强调,纽西兰政府通讯安全管理局做出这一决定的考虑是因为安全原因, 但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并没有透露究竟是出于怎样的安全考虑,禁止来自中国的华为参加第五代通讯设施的建设的。 华为就此成为五眼联盟国家中,继美国、澳大利亚之后,第三家明确宣布要求华为退出5G建设的国家。 客观来说,纽西兰工党政府的这一决定对华为来说是一重大打击, 因为在过往2017年之前的9年,国家党政府一直是积极推动华为参与纽西兰各项通讯设施建设的。 所以工党政府的态度应该说让华为感到难堪。 当然,银爵之光也注意到,华为应该早就意料到或者说意识到工党政府有可能做出对华为不利的决定。 所以在昨天向媒体公布的一则华为的声明中,华为表示将进一步关注事态的发展。 可以预料,华为将在背后做进一步的公关,尝试去改变这个决定。 当然就目前媒体的报道来说,工党的这一决定短期之内是不会改变的, 也就是说华为将失去参与纽西兰5G建设的机会。 纽西兰本土的电信运营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有限度地表达了对纽西兰信息安全管理局这一决定的不满。 当然多数运营商回避了安全方面的争议,只是强调华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5G设备供应商, 把华为排除出纽西兰5G市场,将迫使电信运营商购买别的公司的5G设备, 这就意味着成本将会增加。 应该说电信运营商有自己的小算盘, 他们的言下之意毫无疑问, 就是说纽西兰的普通消费者将会承担这一决定的代价。 那么根据纽西兰通信安全管理局的规定, 过往的设备,如果说4G甚至是3G的老设备, 由华为供应的将不会被拆除, 但是5G设施的更新一定不能够使用华为的设备。 纽西兰媒体对国家信息安全管理局的决定进行了广泛报道, 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是纽西兰国家广播电台对这一决定的报道, 他们做的标题比较温和, 就是说安卓雷头这位部长强调, 禁止华为参加5G建设不是出于政治考虑, 但是这个报道应该说与多数别的媒体的报道还是有差别的, 一般媒体还是认为纽西兰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 是因为华为与中国共产党走得过境, 在资金往来人事安排上与中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而在安全性上存疑, 有可能影响到纽西兰的国家安全, 不少媒体还特别提及, 纽西兰的这一做法有可能是迫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压力, 因为在五眼联盟中, 美国和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华为, 对中国的这种5G技术一直是持怀疑和抵制态度的, 当然,安卓雷特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 他们做出这一决定, 并没有受到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方面的影响或者说是干预, 而是独立做出的这一决定, 纽西兰的媒体表现得非常活跃, 因为在纽西兰, 媒体发问是不受到政府的限制的, 有媒体就询问安卓雷特, 纽西兰国家信息安全管理局禁止华为参加5G建设的决定, 会不会引起外交上面的后果呢? 安卓雷特只是简单的表示, 他已经智慧了所有的部长, 包括外交部长。 银爵之光注意到, 在华为的官方网站, 关于纽西兰的一部分, 并没有对纽西兰政府的这一决定做出报道, 头条依然停留在2013年11月份的消息, 那个时候是纽西兰国家党执政, 中国和纽西兰处在甜甜蜜蜜的蜜月期, 华为也可能是当时迎来了在纽西兰的 黄金时光, 但是2017年底, 随着工党政府的上台, 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纽西兰国家信息安全管理局禁止华为的5G参与, 可以看作是纽西兰国防部对中国的人权进行批评, 对中国在南海的军事行动拓产进行罕见的抨击以后, 在政府层面, 在重大决策这一方面, 纽西兰斩钉截铁对中国说不, 对中国企业说no的第二桩案例。 纽西兰国家信息安全管理局的这一决定, 毫无疑问是对华为的重大打击, 因为在南太平洋岛国, 澳大利亚已经拒绝了华为的5G建设, 所以纽西兰是华为公司非常珍视的一个重点市场。 鉴于此, 相信华为的公关团队将会对主流的运营商, 形形色色的官员进行进一步的游说, 但是就目前情况看来, 想要在工党执政期间内翻盘, 可能性微乎其微。 纽西兰下一次大选是2020年, 对华为来说最大的盼头, 可能就是希望国家党夺回纽西兰的政权了, 但是就目前情况来看, 国家党内部也是一盘散沙, 群龙无首, 所以在度过了国家党执政的黄金九年之后, 华为可能要感慨自己在纽西兰的低潮期, 自己在纽西兰的至暗时代怎么样也逃不掉了。 展现大洋州的纯美城彻, 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这里是银爵之光, 期待您的评论, 感谢您的订阅, 欢迎您的打赏。